24是四种基本步法的第二种步法 根部 根部也是由 公部 须部 和一个后根的 丁八部所组成 好 下面呢 请大家看具体的 步法练习要求 自然松立 松胯 开左部 两手前举 曲蹲 下落 掌心注意 相对的端平 好 左移 右转 右移收脚 微旋胯 上部注意踩的 心境肩的 方向 然后呢 注意 脚尖不要外摆 一定要顺着这个方向 这个跟我们前面 学习的上部是一样的 好 这个地方有所不同了 我们向前的 我们向前 攻完腿以后 继续的 用胯领伸 略左旋 胯 带回右脚 收在自己的脚后根的位置 所以俗称叫根部 根部的时候 两脚呢 脚跟的内侧 保持一个横向的距离 纵向呢 也是保有一定的距离 不要跟的 从侧面看一下 不要跟的 脚跟踩脚跟 保持着 20公分到40公分的距离 一般20公分 更为准确 横向和纵向 都保持好 这个距离 好 根部 然后重心再转换 到右脚 身体略向右旋转 抬起左胯 向前 须部上 公部向前 然后再向前 收脚根部 这里注意根 是前脚掌 落地 不要完全的脚尖 好 这就是我们的根部练习 大家呢 再看一下 完整的动作演示 直接 预备好 咱们 肝部的练习 一出现的一些错误 跟我们的上部基本上是雷同的 不要出现什么呢 跨走肩不走 肩走跨不走 这个丢中的 丢失沉肩落跨垂直立腺的 这样一个基础性错误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 接下来还是做背向的带练演示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背向动作 一起来练习 放松 中右胯 一左脚开步 前上铺 股身肉上 股身放松 股身下降 左依 右转 开自己的右胯 右移动心 略旋胯 好 注意 刚刚讲这个要点的运用 踩脚的时候不要过高 保持20公分高度就可以了 向前上部 须部 踩在左侧的实线上面 脚尖正朝前方 向前 тем 供不命 向前方 感谢观看